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渣男老公出轨后意外死亡 小三挺运渡上门 要舞杨威争遗产 我被赶出门 公婆如愿以偿有了孙子 可不料孩子却天生吃傻 后来他们家的事让所有人傻眼 我被前任公婆告上法庭 他们说我那渣男老公的三有了他儿子 应该得到渣男的遗产 我冷笑 拿出证明他们关系的证据 遗产奉上 哼,渣男意外去世后 我第一时间给他来了丧葬服务一条龙 现在早就是一堆灰了 渣男老公去世后一个月 我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 六点回家 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长相普通 但身材丰满的女人 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女邻居 周姨 也是我那渣男老公生前出轨的对象 看见他 我气得直发抖 指着他吼着 你在我家干嘛 滚出去 周姨看见我 立马起身笑呵呵地向我走来 韩姐 我今天来可是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就在她的手要碰上我衣服的时候 我避开了 拿开你的脏手 别碰我 滚出我家 想起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 看见他我就来气 越想越气 我推着他往外走 滚出我家 婆婆端着一盘大又红的车梨子 从厨房出来 看见这一幕 盘子一扔 急忙向我们冲来 嘴里大喊 放开他 我以为婆婆是来帮我的 谁知她直接冲我撞来 我毫无防备 被撞得后退了几步 腰重重 撞在了鞋柜上 婆婆拉着周姨打量 焦急地询问 小周 小周 你没事吧 随即用吃人的眼神瞪了我一眼 喊慢慢 你要是伤到了小周 看我不打死你 伯母 我没事 我眼睛瞪得溜圆 打亮着眼前的两人 婆婆不会撞邪了吧 她今早还在咒骂周姨 说她害死了渣男老公 一个月前 我的老公 也就是她的儿子 罗辉旭意外死亡了 罗辉旭管不住下身的二两肉 和刚搬到楼下的周姨搞上了 在客厅就上演了一出速度与激情 事后 罗辉旭踩到了地上的水渍 滑倒摔死了 客厅的监控记录了这一切 整个小区都传封了 业主群内消息分分钟久久加 我出个门 小区里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 得知是周姨间接害死了罗辉旭 公婆两人恨不得撕了她 天天堵在周姨家门口大骂 咒她不得好死 婆婆更是泼了她一身屎尿 两人现在又好得跟亲生母女似的 是闹哪样 妈 你还知道她是谁吗 婆婆白了我一眼 又用溺死人语气说道 她可是我大胖孙子的妈妈 周姨仰头冲我得意一笑 还不忘抚摸一下平坦的肚子 我怀孕了 是挥旭的 我找医院咽过血了 是个男孩 婆婆也高兴地盯着她肚子 肯定是挥旭不仁我们罗家绝后 才送来了这个孩子 我气急返校 妈 你怎么知道周姨不是骗你的 隔着肚皮你就能知道是个儿子 你可比毕超还厉害 婆婆不高兴了 我昨晚梦见一个大胖小子叫我奶奶 今天周姨就找上门了 你看她这大屁股 怀得准是儿子 不会有错 我正要反驳 门所转动的声音打断了我 我扭头一看 公公提着一大堆东西回来了 随意一扫 积压鱼肉俱全 我一个大活人站在她面前 她当没看见 拎着东西 越过我和后面人打招呼 小周怎么站着 快去做 我马上去做饭 谢谢叔叔 真是辛苦您了 不苦不苦 只要你把我大孙子好好生下来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你把楼下房子退了 搬上来住 我们也好照顾你 好啊 好个锤子 我心念一转 很是愤怒地反对 我不同意 这个家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三个人齐刷刷地盯着我 周姨摇摇头 叹口气 算了 韩姐姐不欢迎我 我马上去医院 把这个男孩打掉 定做事要走 我冷笑 大晚上的 又没预约 去拿做手术 还特意强调男孩 查得明明白白 这招虽查 却好用 果然 婆婆急了 拉着周姨紧张道 这房子是我们老两口的 她说了不算 我的家 想让谁住 就让谁住 公公也怒冲冲地对我 寒漫漫 该滚的人是你 你没本事给我们老罗家 生个男孩 还不准别人生了 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平静如水 甚至还有点窃喜 不过 我面上还是一副愤怒的样子 冷笑着回道 好 我走 祝你们二老得偿所愿 处理完渣男的事 我就想走了 是他们一直道德绑架我 求着我 对着我软硬兼施 让我无法脱离这个泥潭 我没办法 只能把女儿放在娘家 自己搬过来 我倒要感谢周姨 不是她这么一闹 我还没办法离开 这个恶心的地方 收拾完行李 我静止离开了 一刻也不想多待 再见 不 还是再也不要见了 我搬到了父母家 开始了新生活 本以为不会再和他们见面 可没想再一次见面 是在警察局 两个星期后 正在休假的 我被两个警察找上门了 有人控诉你 私吞遗产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愣住 下意识辩解 警官 我一直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没做过违法的事 警官面无表情 到警局再说吧 自己回忆了最近的事 逐渐停静下来 也许是直觉 我把自己和女儿所有的财产文件 都放到文件袋里 接着拿上文件袋 就坐上了警车 到了警局 看到了两个熟悉的人 渣男父母 我的公婆 我陡然放宽了心 婆婆见我就冲我扑来 喊慢慢你个小贱人 私吞我儿子的保险赔偿金 还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 要不是小周说起 我们压根不知道 尖利的指甲朝着我的脸 一点点靠近 我急忙躲在警察背后 妈 保险受益人只有我 和你们没关系 隐瞒夫妻共同财产 这从何说起啊 罗辉旭生前买了一份意外保险 受益人是我 初是当天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 保险公司的人来得很快 经过调查取证 得出罗辉旭死亡是个意外 按照保险合同 我将得到一笔不少的赔偿金 果然 十个工作日后 我的农行卡上 到账了140万赔偿金 这是和公婆没有任何关系 我当然不会对公婆多嘴 现在他们这么笃定 看来罗辉旭把保险的事情告诉周仪了 警察拦住了婆婆 可她不死心 就是想挠我 我们两人上演了一出老鹰捉小鸡 最后 婆婆是被其他警察强制拉开的 因为她把警察脸抓破了 我捂着嘴 夸张地看着一脸不愤的婆婆 妈 你这可是洗警罪 要坐牢的 听到要坐牢 婆婆慌了 急忙道歉 警察同志 对不住了 我不是故意抓伤你的 话音未落 又恶狠狠地向我冲来 喊慢慢 都是你个小贱人害我 我打死你 我怎么可能让他打我 又挽起了老鹰捉小鸡 警官 救命啊 恶婆婆要打死人了 快把他抓起来 哎呀 我好怕 一个年轻男警察拉住了婆婆 厉生喝道 打人是犯法的 又用一言难尽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别叫了 我被带到了询问室 问话人员面无表情 你公公婆婆说 你私吞你老公的保险赔偿金 还隐瞒夫妻共同财产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一脸无辜 警察同志 没私吞 保单受益人 只有我 至于说隐瞒财产 我也不知道 自己隐瞒了什么 我确实整迷糊了 我隐瞒了啥财产呢 市中心 宾湖国际 移动一单元801房 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 我瞬间了然 警官 那房子是我老公生前 买来送给我们孩子的 当时还签了赠予合同的 我生女儿的时候 因为婆婆不同意剖妇产 受了大罪 丢了半条命 才生下女儿 孩子出生后 公婆又嫌弃是个女儿 看都不看一眼 掉头就回家了 出了院 我心灰意冷要离婚 罗辉旭这才跪地求我原谅 我父母俱在 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长大 但我见过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知道他们的苦 自然不愿意让女儿 也经历这种事情 加上父母劝解 我最终还是妥协 选择了原谅 那段时间 罗辉旭表现很好 为了让我安心 表示自己跟父母不一样 我刚出月子 她就拿出所有积蓄 买了套房子送给女儿 证明她不重男轻女 我打开文件袋 拿出保险合同 房产赠予合同 以及写有我女儿 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 递给警察 几分钟后 警察把罗辉旭的父母叫进来了 婆婆急切地询问 警察同志 查清楚了吧 她侵吞补赔偿金 隐瞒财产可是犯罪的 快把她抓起来 说到最后 婆婆看着我得意地笑了 好像我真的马上就要被抓起来一样 老年人太兴奋不好 容易得脑出血 一个抢就不及时 不就得成一堆灰 我可是个有孝心的好儿媳 得给她焦焦火 妈 我可没做违法犯罪的事 婆婆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 问话的警察 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点头 我画风一转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倒是你故意诬陷我 犯了诽谤罪 得吃几天牢饭了 估计是希望破灭 又听到我说要吃牢饭 婆婆白眼一翻 眼看就要昏倒 我继续胡说八道 妈 你要是敢在警局晕倒 就是碰瓷 最佳一等 婆婆两个白眼要翻不翻的 提着一口气 硬是不敢晕 警察无奈地看着我 我讨好的笑了笑 不再说话 公婆被警察教育了一顿 互相搀扶着出了警局 才出门 不知道躲在何处的周姨 窜了出来 妈 怎么样 钱和房子要回来了吗 嘿 居然叫上妈了 我看着一言不发的公婆 好心地替他们开了口 不好意思 钱是我的 房子是我女儿的 至于你 有多远滚多远吧 周姨一脸扭曲地看着我 我回她一个灿烂的笑容 周姨一脸严肃地 对着站在一旁 灰头土脸的公婆说道 我没房没工作没存款 养活不了你们的大孙子 我立马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 说完 坐视招手打车 婆婆跳起来 抓住了周姨的手 小周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每个月给你三千零用钱 等你把我大孙子生下来 我立马给你买一套房 听到婆婆说这话 我实在忍不住 笑出了声 这老俩口 手里压根没钱 要不也不能道德绑架我 求着我 让我给他们养老 他们现在唯一的积蓄 就是罗辉絮死后分的十万来块钱 以及现在他们居住的一套老房子 这么说 不过就是给周姨画大饼 让她生下孩子 公公也在装十三 只要你能给我生个大孙子 钱不是事 我可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媳妇 两位老人不仁 我可不能不易 当然要满足他们的愿望 帮他们留下周姨 我热情地拉着周姨的手 你也别担心 妈她最会照顾孕妇了 像当年我怀孕的时候 妈为了照顾我 弄了不少好东西 给我补身体 什么燕窝呀 海参啊 还有那什么花椒 什么好吃什么 你也别不好意思 想吃什么大胆蹄 爸妈他们肯定会满足你的 是吧 爸 妈 我细血地看着公婆 同时 周姨也满含期待 望着公婆 公公不当家 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有多贵 大手一挥 特别豪气 只要对我孙子好 买 婆婆脸气得都黑了 狠狠瞪了我一眼 才对着周姨满脸堆笑 买 我趁机拿出名片塞给周姨 妹妹 我们公司就有卖的 进口的 品质绝对有保证 又给她科普 燕窝 海参 花椒 怎么样辨别真假 什么样的才算是品质好 林辽我笑盈盈地对周姨开口 妹妹 你每次一定要检查一下买回家的补品 还要查验一下票据 看看是不是正品 好货 我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婆婆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怕老年人上当受骗 买到假货 便宜货 以假冒真 以次充好 周姨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婆婆 点了点头 我笑着上车离开 留给他们一地尾气 燕窝 花椒 海参换着花样吃 这十万块钱 构造多久啊 这样既能恶心教训公婆 还能增加业绩提成 我可真是一个小机灵鬼 刚到家 我就接到了处理罗辉旭遗产分配律师的电话 喊曼曼女士 您的公婆对于您丈夫 罗辉旭先生的遗产分割问题提出异议 他们坚持周姨女士肚子里的孩子 也应该参与遗产的分配 目前周姨女士已对您提起上诉 届时 请您准时出庭 哦吼 太棒了 用一笔律师费该填进去了 我一定准时出庭 开庭当天 我按时到达 此时周姨整个人白白胖胖 和之前相比 简直胖弱两人 她摸着不知是肥肉还是孩子的大肚子 说道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罗辉旭的 遗产也得分她一份 我冲她笑笑并伸出手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不是假话 证据呢 比如亲子鉴定报告 只要有报告 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 周姨气地青筋抱起 冲我大吼 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 罗辉旭都成灰了 我拿什么去做鉴定报告 的确 初是当天我嫌丢人 没等在外省旅游的公婆赶回来 就拿着死亡证明 到派出所注销户口 把她拉到火葬场火化了 事后 公婆虽然责骂了我一顿 可烧都烧了 也只能作罢 现在想来 我当时做的决定 可真是太对了 要是等公婆回来 再处理罗辉旭的遗体 肯定得土葬 说不定 现在他们还会要求 开关取头发 做个检查呢 我掏了掏耳朵淡定说道 哦 原来你没有证据呀 接着 我话锋一转 那你有什么资格 问我要钱 凭你脸比我大吗 我对着庭上的法官询问 法官 他没有证据 这起诉还能上算吗 法官皱皱眉头 原告周仪 没有证据起诉 就是胡闹 这里是能胡乱开玩笑的地方吗 周仪急了 法官 我还有其他证据 他看向一旁的公婆 婆婆大声说道 我能证明 周仪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儿子罗辉旭的 我无奈了 妈 你咋证明 就靠你那两嘴皮子 上下一碰 别逗了 法官需要的 是具有法律效应的 亲子鉴定报告 公公急得拍桌子 不就是报告吗 我也可以做 我无奈地看着公公 爸 亲子鉴定是老子和儿女 你做鉴定是怎么回事 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不敢置信地指着公公和周仪 爸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玩得这么花 你对得起妈妈 我知道公公什么意思 可我就是要故意曲解她的话 给她找点麻烦 果然 我那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婆婆 听到我的话 不淡定了 拉着公公就是一顿输出 你个老不死的 居然敢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打死你 公公疼了 忍不住反手给了我婆婆一个大嘴瓜子 你想什么呢 周仪更是急忙撇清 哦 我怎么可能看上一个糟老头子 法官直接敲了一下桌子 宿静 闹剧平息下来 看着公公脸上的抓痕 婆婆脸上的红印 我不由地吸了一口冷气 真疼 真狠 打得可真好 看得我欲罢不能 法官看着周仪 拿不出证据证明孩子是罗辉絮的 起诉无效 周仪急得直跺脚 公婆也急得不行 下一秒 婆婆直接跪在地上冲我哭诉 慢慢 我知道辉絮对不住你 可孩子是无辜的 你忍心让辉絮的儿子一出生就没钱没爸爸吗 我叹了口气 那孩子也太可怜了吧 周仪 公婆三人期待地看着我 只要我承认孩子是罗辉絮的 他就可以分钱 可我凭什么要让一个私生子分遗产 我话锋一转 他可怜关我屁事 我只求我的孩子不可怜就行了 三人忍不住想冲上来打我 可法警也不是吃素的 拦住了他们 临走时我放下一句话 罗旭辉已经死了 我和珍珍跟你们罗家 没有任何关系 再赶上门骚扰 我就报警抓你们 珍珍是我与罗辉絮的女儿 今年两岁半 公婆一向不喜欢她 他们思想传统 重男轻女 又有些迷信 两年半前 我发动药生了 到了医院胎位不正 加上羊水破裂 需要立马剖腹产 可婆婆非说顺产的孩子才聪明 拉着罗辉絮不准签字 她还说自己以前给家里老母猪做过胎位矫正 有经验 要不是医生极力反对 制止 她就要直接对我肚子上手了 当时 我躺在病床上 疼得死去活来 完全没有力气说话 只能认他们为所欲为 不管医生怎么强调情况危急 罗辉絮就是不签字 还是我父母感到 我爸打了他一巴掌 最后才签字做了手术 得知是个女儿 公婆立马走人 还把提来的水果牛奶都拿走了 罗辉絮也借口要上班 把我和孩子扔在了医院 出院后 我直接回了娘家 女儿随了我的姓 上在我的户口上 这两年多来 公婆就没有带过女儿 全是我父母在带 我第一次要离婚的时候 罗辉絮为了哄我 也因为自己理亏 咬着牙拿出全部的积蓄 给女儿买了套房 那时候 我跟爸妈都以为她变好了 可惜 好景不长 在公婆的影响下 罗辉絮对女儿越来越不好 动不动就吼骂孩子 说她是个赔钱货 女儿对她也没有感情 周怡不是会委屈自己的人 她勾搭罗絮辉之后 根本没想过隐藏 我很快就知道了 我正准备收集证据 和她离婚 她就隔屁了 现在罗辉絮死了 我才是最有资格 抚养孩子的人 解决完这出闹剧 我决定好好陪一下家人 周末我带着父母女儿 去逛动物园 父母牵着稚嫩的女儿走在前面 给她介绍动物 女儿十分配合地发出一阵阵 哇 的惊呼 我在后面看见这一幕 只觉得现实安稳 非常满足 慢慢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吧 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忽然从身后传来 声音中夹杂着些许的清冷 我猛地转身 身后是一个穿着黑色泥子大衣的成熟帅气男人 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衣服上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她 萧泽轩 我大学时候暗恋 表白 却被拒绝的对象 我们俩四目相对 好几次我想开口 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明明四周都是喧闹的人群 可我觉得 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她了 时隔多年 早已物是人非 我有了女儿 而她 想必也该有了珍惜的家人 妈妈 妈妈 一道奶声奶气的呼唤声 打破了这出假象 我急忙扭头答应 哎 宝贝 妈妈在呢 父母抱着女儿 在前面三不远的地方 不解地看着停滞不前的我 我挥手是一枚事 又挤出一个笑容转身 萧泽轩 好久不见 我父母和孩子在等我 你也快去找你的家人吧 再见 转身的瞬间 只余下满脸的落寞 我快步走上前 没想到萧泽轩也跟了上来 轻声说 被某个人抛下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狗 哪能找到跟我一起来游乐园的家人 说完 他跟我爸妈打招呼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我是漫漫的大学同学 小宝贝 你好 叔叔想抱一下你 可以吗 可能是罗辉旭 在我没看见的时候 吼骂女儿 女儿对成年男性 特别害怕 抗拒 我已经做好了他 拒绝萧泽轩的准备 谁知他竟然破天荒地 主动伸手 要萧泽轩 要萧泽轩抱 叔叔带你去看狮子 好不好 好 不等我拒绝 萧泽轩已经抱起 我女儿往前走了 我急忙追上去 珍珍 来妈妈抱 叔叔还有事要忙 不要 叔叔抱 女儿第一次拒绝我的怀抱 还把头埋在萧泽轩肩膀上 叔叔没事 我可以一直陪你玩 走喽 萧泽轩把珍珍扛在了肩上 女儿在她肩膀上 传来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只看背影 她们似乎真的是一对亲妇女 曾经的我也幻想过这一幕 可是一切都只是幻想 完了半个多小时 我妈接过了女儿 谁知她竟然对着萧泽轩叫了一声 爸爸 我尴尬地对女儿说 珍珍 叫叔叔 他不是你爸爸 萧泽轩面带微笑地拉着 珍珍肉嘟嘟的小手 珍珍 以后我就是你的爸爸 好不好 女儿也很认真地回答道 好 爸爸 萧泽轩一米八十六的大高个 愣是用甜腻的声音答应个 哎 得到这一声回应 女儿满足地笑了 父母疑惑的眼神 在我和萧泽轩之间来回打量 空气中似乎都有那么一丝尴尬 叔叔 阿姨 我和蔓蔓有点事要谈 不介意 我借用她一下吧 我爸 不介意 你们去吧 我妈 慢慢 别担心孩子 有我和你爸呢 出了动物园 路边 有卖炸洋芋的摊子 我忽然很想吃了 不知怎么 就脱口而出 萧泽轩 我想吃炸土豆 好 他和老板说了几句话 坐在了我旁边 我喝了口水 不自然咳嗽一下 孩子的话 你别放心上 他很认真地问我 什么话 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是真糊涂 还是装不懂 就是他叫你爸爸的事 慢慢 我刚刚说的话是真的 别逗了 我掏出手机 难道是我记错了 今天是愚人节 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 附在了我的手上 慢慢 我是认真的 罗辉絮不在了 让我来照顾你和珍珍吧 我甩开他的手 并没有接受 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 但被他拒绝 也不至于要一直缠着他 我宁愿他 把我当作陌生人 都不能接受他的同情 可怜 施舍 他固执地牵回我的手 慢慢 我们已经错过一次了 给我个机会 让我照顾你 好吗 我掰开他的手 有些疑惑 错过 萧泽轩 你管拒绝我的表白 叫错过 你还想让我再难堪一次吗 萧泽轩是我朋友的朋友 大学经常一起吃饭 久而久之就熟悉了 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他虽然外表冷漠 可内心很火热 和他聊天中发现 我们很多爱好是一样的 认识一年后 在大三那年 我终于鼓起勇气 给他发消息表白 得到的只有一句 抱歉 我不喜欢你 希望你别来打扰我了 我当时气急败坏 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周末朋友叫出去吃饭 只要有他 我都会借口 有事不去 再后来 我喝醉酒了 稀里糊涂就答应了 罗辉旭的表白 酒醒之后 我跑到罗辉旭宿舍楼下 想和他说清楚 谁知竟碰到了萧泽轩 罗辉旭提着行李箱 从楼道里出来 罗辉旭跑上来 拉着我的手 慢慢 泽轩要出国了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 可高兴了 泽轩 是吧 我忘了甩开罗辉旭的手 整个人呆愣地看着萧泽轩 几次想开口挽留 可话到嘴边就成了 是吗 恭喜你 希望你在国外找一个美娇妻 我已经忘了他当时的表情 只记得他给我说了一句 祝你幸福 给罗辉旭说了一句 慢慢是个好女孩 好好待他 萧泽轩走了 彻底地远离了我的世界 错过那次机会 后来 罗续辉再没 给我开口说分手的机会 那时候 他对我很好 久而久之 我真的和罗辉旭谈起了恋爱 在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下 我彻底地把萧泽轩埋在了心底 一道惊讶声 打破了我的回忆 什么表白 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消息啊 我用力挣脱萧泽轩的楼包 掏出手机 点开聊天界面 你自己看 2018年6月20日晚上10点 我给你发的消息 他慌忙接过手机翻看 怎么回事 我没有收到你的消息 我也没有回过你消息 你看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我 我用颤抖的手接过手机 没有 怎么会没有 我发的表白消息呢 这是怎么回事 谁把我发你的消息删除了 还假冒你拒绝了我 我和他面面相去 忽然我想到了一个人 罗辉旭 罗辉旭 萧泽轩和我同时说出了一个人名 罗辉旭和萧泽轩是室友 也只有他能在那个时间段接触萧泽轩的手机 萧泽轩沉思了一会儿 咬牙切齿道 当天我身上全是奶油 洗了很久的澡 出来就看见罗辉旭神色慌张地拿着我的手机 说是不小心把我手机碰掉了 想起我和萧泽轩的遭遇 就忍不住破口大骂 罗辉旭这个杀千刀的 活该他遭报应 萧泽轩把我搂在怀里 对不起漫漫 你把我拉黑了 还开始躲着我 我以为你是讨厌我 后来更是听到罗辉旭说你们在一起了 我心灰一冷下就出国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知道在他怀里痛哭 嗨嗨 两位 你们的土豆好了 还要吗 我不好意思地推开萧泽轩 不敢看老板 萧泽轩笑了一下 药 麻烦放桌子上 慢慢 吃吧 这是你的 生脆 糖醋麻辣 多加折耳根 我坐下感慨一句 你还记得我的口味啊 你的一切事情 我都记在心上 虽然我们解开了多年的误会 并且我对他还有感觉 可是我还有顾虑 我咬着筷子 忐忑地开口 你 这次回来 还会走吗 他握着我的手 不走了 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么多年 我不忍再和你分开了 我的嘴角忍不住地上扬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谈恋爱吗 我的心被一个叫寒漫漫的人填满了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 我和萧泽轩误会解除在一起了 父母知道我们的事 只给萧泽轩 只给萧泽轩说了一句话 你父母不介意慢慢丧夫带着个女儿 我们就没意见 萧泽轩就带着父母上门了 萧妈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 给我套了个满绿的翡翠手镯 慢慢 这是我们萧家的传家宝 你们的事 我和他爸没意见 今后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说完又把珍珍抱了起来 奶奶的孙女 真乖 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一点心意 我依偎在萧泽轩怀里 泽轩 我感觉好不真实啊 像是做梦一样 慢慢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疑惑地跟着他下了楼 走了没几分钟 他停下来 你带我来这干嘛 有惊喜给你 别急 闭上眼跟我走就行了 我听话地闭上了双眼 在他的搀扶下 七拐八扭 上电梯 下电梯 听到了要是开门的声音 来 抬脚 到了 睁眼吧 什么呀 这么神秘 我不敢置信地打量四周 我和萧泽轩站在一个由红玫瑰拼成的心形里 周围墙上贴满了我的照片 萧泽轩单膝跪地 左手捧着树红玫瑰 右手拿着个大钻戒 喊慢慢 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吧 余生我会用生命守护你和珍珍 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结果玫瑰花 我愿意 他拿出钻戒 戴在了我左手中指上 并虔诚地亲吻了一下我的手背 慢慢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我和他在满屋的玫瑰花里 拥吻在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 我都要缺氧了他才放开我 慢慢 我带你看看 今后我们一家三口的家 希望你能喜欢 喜欢 很喜欢 萧泽轩在我父母的隔壁小区 买了这套房子 全款 写的我的名字 我问他 你就不怕我是图你的钱 他答 只要你需要 我的命都可以给你 我和萧泽轩 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领证了 之后我们一家三口 搬进了新家 萧泽轩主动把珍珍的名字 改姓了萧 除了那层血缘关系 珍珍和他如同亲父女一样 萧爸爸 萧妈妈一家 在市里 并不远 我们约好一个周末去我父母家 下一个周末 就去市里陪公婆 两家还经常在一起吃饭 双方父母相处得很融洽 五个月后 我怀孕了 萧泽轩看到我拿给她的厌孕棒 直接激动地抱着我哭了 漫漫 谢谢你 珍珍也很高兴 马上就要有一个妹妹或弟弟了 周一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萧泽轩带我去妇幼保健院做孕检 没想到医院大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 几个大娘在八卦 造孽呀 判了十个月的孙子是个傻子 可不是吗 不过也怪不了医院 我听说当初检查就有问题 让孕妇做什么羊水穿刺 可家属婆婆不同意 还骂医生黑心肝 竟想着赚钱 这不是胡闹吗 来了医院 就要听医生的话 听说这孩子爸爸死了 妈妈把他丢给爷爷奶奶 也跑了 我正在唏嘘那个可怜无辜的孩子 一道刺耳又熟悉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我不管 就是你们医院的错 赔钱 必须赔二百万 怎么那么像前婆婆的声音 我点起脚尖 透过缝隙 终于看见了里面的情况 罗姆抱着个孩子 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罗父一脸颓废地蹲在一旁 一个头发凌乱 脸上有几道血痕的中年女医生 愤恨地看着罗姆 当初是你签字同意 不做进一步检查的 现在出了事 反倒怪起我了 我体谅你的心情 不追究你打我的责任 你们走吧 医生离开了 我怀着孩子 怕他们看见我 做出什么过激的事 随大流走了 走远了还能听见罗姆的哀嚎 我的大孙子啊 怎么就是个傻子啊 我叹了下气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啊 萧泽轩扶着我 眉头紧皱 慢慢 你没事吧 我笑了笑 没事 只是感慨一下 我不想告诉他那是罗辉旭的父母 对我来说 他们已经是不相关的人了 我不想让他们打扰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罗父罗母 有一套房子 还有退休金 只要节俭一点 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我的日子终于步入正轨了 可半个月后 我居然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起诉人是罗父和罗母 出庭当天 萧泽轩陪我一起去的 要不是隔着桌子 罗母恨不得冲上来活思了我 喊慢慢 你个歹毒的小娼妇 要不是你 我的大孙子也不会出事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我才是怒了 要不是罗辉旭那个死渣男 我和萧泽轩 也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现在他父母三番两次扰乱我的生活 还往我身上泼脏水 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病猫啊 到了这种时候 我已经不想再讲什么 尊老爱幼了 罗淑娟 说话要讲究证据 拿不出证据我就要告你诽谤 他的大孙子出事 关我屁事 医生都说了 就是孕妻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所以孩子生出来才是个傻子 周一孕妻吃的补品 全是在你卖给他的 我白眼都要翻上天了 请拿出检验报告证明 你孙子有问题 是吃了我卖的燕窝 不然就是诽谤 我们公司卖补品 可都是经过国家检验过的 绝对安全可靠 连我自己现在都在吃 怎么可能有问题 还要什么报告 我的大孙子就是最好的证据 罗傅抱着墙保 对庭上的法官扬了扬 法官无奈地摘下眼镜 揉了揉眼镜 原告 请拿出实质的证据 罗傅和罗母互相看了一眼 最后嗡声嗡气地说出一句 没有 我却笑了 他们拿不出证据 可我有啊 法官 我这有证据证明 我是清白的 我从包里掏出一堆材料 以及一张照片交给主审官 资料有周一整个孕期的产检报告 以及我卖的产品的检验证明 韩曼曼提供的证据 证明了他所出售的产品 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 对于法官说的话 罗母并不认可 不可能 我儿媳妇整个孕期的衣食住行 都是我安排的 不可能有问题呀 我哼笑一声 看来周一保密工作 做得很好啊 罗淑娟 周一怀孕两个月的时候 生过一次病 扁桃体发炎了 去诊所输过抗生素 还背着你们偷偷抽烟 这些资料 都是开庭前萧泽轩去调查的 我好心地把资料给了一份给罗父 两人急忙拿着翻看 半赏罗母脸都黑了 小贱人害我孙子啊 叫他忍一下不吃药 他居然背着我去输液 还偷偷抽烟 我本想告他们两人诽谤罪 可是一想 他们要是进去了 那个吃傻的孩子怎么办 最终还是放弃了 就在法官要宣判结果的时候 罗父居然开口了 韩曼曼 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公婆 你必须要赡养我们 这样吧 每个月给我们五千元 我听到这话 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建议你们多学学法 而媳妇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 是吧 法官 依照法律规定 丈夫去世后 妻子没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 但从道义上来说 应予以照顾 罗母听到这话 仰着头得意地冲我一笑 喊曼曼 听到法官说的了吗 记住 每个月按时打五千赡养费给我们 我也冲他笑了笑了 不好意思 我没道德 我就是不给 还想我付赡养费 吃香吧 眼看拿我没办法 罗母气急败坏地吼出来 法官 我儿子的女儿 我的孙女总有了吧 正常情况下 孙女是没有的 但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 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这可真是阴魂不散了 罗书娟 我女儿才三岁 只要你们能活到她大学毕业上班挣钱 我不反对她拿钱养你们 两个人气得满脸通红 不停摸着胸口喘粗气 法官 请问我们可以走了吗 得到法官的允许 我和肖泽轩 头也不回地走了 罗父有糖尿病加高血压 罗母也有风湿病加高血压 嘖嘖嘖 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 不像是长命的人 坐在车上 我忽然口水分泌 肖泽轩 我想吃炸土豆 遵命 老婆大人 回家我立马坐 生脆 糖醋麻辣 多放折耳根 好 冲冲冲 我们坐在车上 迎着艳阳 是向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有句古语说得好 百善孝为先 意思是说 孝敬父母 是我们人类各种美好品德中最为重要和占第一位的品德 它是做儿女的必做的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一直具有这种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古代埋儿奉母 器官寻母的故事 足以让人们唏嘘不已 而当今捐肾救母 退学为母的故事 更是令我们感动万分 不一样的时代 演绎着相同的主题 那就是孝敬父母 回报父母 话说是如此 父母只会对子女好 但却不是所有 父母都是越老越名世里的 有些父母 是越老越喜欢折腾子女 以为生养了子女 而自己老了 子女就应该无条件地孝顺自己 顺从他们所有想法和决定 而就是有这样的父母 最终导致很多子女孝顺不起父母 从而变得不孝 四十八岁的陈女士 最近就被娘家七十六岁老母亲折腾坏了 半年时间里陪老母亲住院三次 搞得她身心俱疲后 却发现 母亲的病并不是什么大病 这让她十分愤怒 转身把母亲送进养老院 并表示 她想要的孝顺我真给不起 来自陈女士的字述 人人都说老人 是越老越名世里 越老越懂得体恤子女 可我不知道 为啥我家老母亲 却越老越喜欢折腾人 我娘家是三兄妹 上面是大哥二姐 我是老三 三兄妹纷纷成家后 老家那边就父母两口子一起生活 逢年过节 我们才回去 而五年前 父亲因病去世后 母亲不愿在老家住着了 于是就跟大哥去了镇上住 跟大哥住的头几年 我的母亲还挺好的 身体好人也勤快 帮着大哥带娃 又做饭做家务 但住了两年不到 母亲却和大哥大嫂拿起了矛盾 起初我们两姐妹都以为是哥嫂不好 尤其是嫂子是外省人 性格脾气本来就暴躁 所以就觉得肯定是嫂子不喜欢我母亲 引起的家庭矛盾 为此 我们两姐妹也轮番去说过哥嫂 要她们对母亲好点 可说多几句后 却被哥嫂反对 你们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好 那就把咱妈接到你们自己家去 我二姐也是气不住的人 看见大哥如此不孝 又狂妄 就直接把母亲从大哥家接走了 并且要大哥每个月给一千五百元赡养费 我大哥倒是没拒绝 甚至还很爽快地直接打了半年的钱给二姐 并说 你接走了 我可就不管了 以后我就只出钱 因为我住在省城 工作也忙 也没工夫去仔细了解其中的矛盾 大哥出了一千五百元 我也觉得自己不能不出钱 于是就拿了五百元给二姐 本以为母亲会在二姐家过得和安宁 谁知一年后 二姐也和母亲闹了起来 最后第二年 因为二姐的儿子上高三 不想母亲影响到侄子 于是就把母亲送回了老家 母亲也是听话 二姐说 让她走 她就真回老家去了 也没有再去我大哥家 而她一个人在老家 我也不是很放心 给她安装了摄像头 又时不时会给她电话 每到假期也会抽时间回去看望她 不知道是不是对她太好了 母亲就赖上了我 什么事都找我 一点点小事都要我大老远回去 回家几次后 我就烦了 跟母亲说 没啥大事 就不要老找我回去 我还有工作要忙 也跟她说 真有啥事 可以找住在镇上的大哥 她有车也住得近 对了母亲后 她母消停了一两个月没来找我 我以为醒悟了 可是母亲的一通电话 又打破了我的安宁 母亲说她身体不好 脑袋虫又凶嫩啥的 听到这样的症状 把我吓了一跳 以为母亲是又得了新冠 马上电话给大哥 让她带母亲去看病 大哥带母亲去了医院后 却没检查出什么问题 医生说 可能是心理作用导致的 开了几副药 让我母亲好好地调理 别想太多就没事 而我母亲硬是要住院观察几天 说她的病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甚至还说了一大堆不知有的没的病 搞得我大哥很为难 因为他还要上班 我不在身边 也不知道情况 就很着急打给二姐 要她回去照看下母亲 别真的有啥大毛病 二姐却直接拒绝了 说她情愿出钱 我以为二姐还在生母亲的气 就没再去逼她 而我刚好有年假没休完 就请假回去陪母亲住了四天医院 并且花钱给她做了大检查 检查了好多项 花了好几千 但除了一些老年病以外 其他都还正常 所以 我陪了母亲五天 就走了 过了三个星期 母亲又电话来说心脏不舒服 而大哥二姐也不管她 又叫我回去带她看病 我本想等过两天周末回的 母亲却要我立马回去 无奈地我又请了两天 嫁回去了 那次 我又带她去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 是有点问题 但就是缺营养了 身子有点弱 于是 我就想给母亲打点营养针 然后买点补品回家休养的 而我也可以连夜回去 省一天的假 可是母亲又说要住一晚 这样她才心安 那时候 也确实看母亲挺憔悴的 就答应了 第二天出院 我安顿好了母亲 给她买了一大堆补品 还去村里卖肉的那里 订了肉 每天送上门 且每周订了个猪心给她吃 我觉得 母亲这下总不会缺营养了 过了两个多月后 母亲又说她肚子疼 腰也疼 还拉稀了好几天 嚷嚷说 我大哥不管她 二姐也不接电话 只能拜托 我带她去看病 母亲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时间 就叫村卫生院的一位发小 去我家看了下 发小说 我母亲就是贪嘴吃了太多湿气的东西 导致拉肚子的 开了几服药 说要吃了几天就没事的 又过了四天后 正好到了周末 忙了一周 本想跟丈夫一起去农家乐玩一玩的 谁知母亲又打电话过来 说她还是腹泻不止 肚子很疼 我是越听越紧张 一问当医生的同学 他们说还是去医院 做个深入检查比较好 就怕会有什么吸肉或癌症 可是半年多以前体检时 刚做了胃镜 要是有问题早就发现了 没办法看母亲一直来电话说 这不舒服 哪不舒服的 我也怕急了 于是 这次我没有坐高铁回去 而是直接叫丈夫开车送我回去 怕母亲真有事 就决定给她做个深入的检查 做个胃肠镜 检查后 也没发现什么吸肉 癌病变得 就有点溃疡了 医生说是肠胃炎 至于为啥吃了药 一个星期都没好 那可能就是 我母亲饮食有关系 因为做的检查是全麻的 母亲醒来后 有点迷迷糊糊的 但都是正常的 我们就想把她送回家 好好休息 可母亲就是要住院 又说要好好观察下 丈夫看到母亲这样 就不耐烦地说了我母亲几句 妈 你这都不算什么病 住什么院啊 而我母亲听了很反感 怎么 就想我得什么大病 你们才高兴吗 我赶紧缺和 妈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觉得 咱还是回家休息比较好 在医院要花钱 又住不好 病菌也多 我这么一讨好 母亲那脾气就倔了起来 钱钱钱 住个院能花你们多少钱 我就要住院 我可不想那么早死 你们要是想要我早点死 那你们就走吧 反正你大哥二姐都不管了 你也不用管我 说着说着 母亲就在那哭诉起来 说我们三兄妹怎么没良心 她有病都不给她住院 说我们盼着她早点走 她这么一闹 周围的病友们都抛来异样的眼光 让我和丈夫很是尴尬 没办法 就给她办了住院 而且还是找了熟人才办理到的 那一晚 我和丈夫就守着母亲 在板凳上过了一夜 那种奔波忙碌了一天 只能在板凳上睡觉的滋味 真的让人很不好受 睡没睡好 起来还浑身酸痛 而看着母亲呼呼大睡的样子 真的一点也不像个病人 出院回到家 我们休息了个午觉 就回省城去了 前不久的端午 我就没回去 觉得回家了这么多次了 可端午刚过了没几天 母亲又打电话来说 她肚子又不舒服了 还说得特别严重 说以前是拉西 现在是拉不出 又把我叫了回去 而这次她说要去医院 我没带她去 因为我回去发现 她的病并不是什么大病 还是她自找的 平时一个人住 不好好注意卫生 满冰箱都是剩菜剩饭 最荒唐的是 她把我们端午送的粽子当饭吃 当零嘴吃 大概二十多个大肉粽 直接三四天给吃光了 所以 她肚子疼 就是粽子吃多了 消化不良了 给她买了消食片 就不想管她了 而母亲吃了药 也拉了 却还是嚷嚷着要我带她去医院 大哥二姐也劝我 别太顺着母亲 母亲就是吃饱了喜欢折腾人的 确实是这样 母亲除了嘴上喊肚子疼 可精气神却比我还要好 母亲见我像大哥二姐那样冷漠 就说我不笑 想看着她生病而死 我当时也受够了母亲这样的折腾 直接对了她 妈 你闹够了没有 半年时间陪你住了三次医院 前前后后 做的检查 几乎整个身体都检查变了 你还想检查什么 为了你 不说大哥二姐被你祸害得怎么样了 就说我 这么几次下来 就已经身心疲惫 甚至要被你折腾出病来了 你还觉得不够孝顺吗 我母亲还委屈巴巴地说 我生养你们三兄妹这么多年 你们就是这样孝顺我的吗 那天 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后 第二天 我就召集了大哥二姐回来 并提出把母亲送养老院去 只有养老院才能管住她 大哥二姐都说好 找个县城的养老院 三兄妹一人一千二百元就把母亲送去了 虽然母亲很不情愿 周围人也在背后说我们如何不孝 但我们也不在乎 因为母亲想要的孝顺 我们真的给不起 如今我们能做的 就是让她好好活着就行 要我们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孝顺 真的做不到 也不是没能力 而是受不了 我们都有那样的瞬间 当孩子们长大飞出了家庭的温暖 而父母却开始步入暮年 需要更多的关怀和陪伴 有时 我们在孝顺与自我之间挣扎 期望能给予父母最好的照顾 同时也希望维持自己的生活节奏 一说到子女不孝 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孝可能是子女的本性问题 也可能社会环境影响的 但绝对不可能是父母造成的 因为父母生养我们 他们只会无私奉献 给我们最好的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尽孝 但我们有时候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尊重 尊重父母的独立 尊重他们的感受 也尊重自己的感受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孝顺 变成对他们的折磨 也不能让他们的依赖 变成对我们的折磨 孝顺不应只是一种责任 更应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 爱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 孝敬父母 尊敬长妻 是做人的本分 是天经地义的美德 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 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 试想 一个人如果连孝敬父母 报答养育之恩都做不到 谁还相信他是个人呢 又看谁愿意和他打交道呢 因此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优异成绩 我们的健康成长来孝敬父母 回报父母 我们应该关心父母 关心是一种深刻的情感 我们应该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态 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可以经常给父母打电话 询问他们的近况 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同时 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陪伴父母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和陪伴 我们应该照顾父母 照顾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我们应该尽力为父母提供帮助和支持 当父母年老体弱时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做家务 购物 看病等 同时 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 但同时 我们也希望父母能够理解我们 我们也希望父母的ña怒 我们也希望父母的音乐 我们也希望父母来寄